说到邓超,大家都不陌生了,在出演综艺《奔跑吧》中,以幽默诙谐俘获大众视野的他还是中国内地男演员,电影导演,投资出品人,在《少年康熙》,《明末风云》,《天下第一》中饰演皇帝而被称为皇帝专业户。 据了解,邓超的家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,邓超的妈妈是机械厂的干部,爸爸是博物馆的书记,而父母都是二婚,离异重组家庭。 当年妈妈带着一个姐姐,爸爸带着大姐和妈妈二姐组成新的家庭,后来才有邓超。 听说邓超的名字由来也是非常的有趣,因为邓超属于超生娃,所以就叫邓超。 在《跑男》中,邓超也回忆起当年离家出走时,父亲为了他半个月头发全白了的事,如今想起愧疚难安。 邓超从龙套男做起,当些小配角,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成为全家人的主心骨,正是在拍《幸福像花儿》一样和孙丽相识相恋。 孙丽从小也是出身贫穷,经历过父母离异,没有背景自己一个人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艰难度日。 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历,也容易惺惺相惜,结伴同行。 愣是相恋了五年,两人才步入婚姻殿堂,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,两人都分担合作,你带娃,我拍戏,你拍戏,我带娃。 两人一起努力从龙套男龙套女到一线当红演员,一路走来都相互扶持,是真的不容易。 如今两人有一双儿女过得潇洒自在,无拘无束,也是羡煞旁人。 网友调侃称,只有孙丽配得上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